各位網友 今天講一個 有人叫女神 有人覺得她美女 但在網上看到很多人都罵她 大部份都是女孩子 今天講的人物就是 前無線新聞小花陳嘉倩 多份的娛樂雜誌 都報了陳嘉倩有五宗序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個 前新聞小花 其實我沒有看過她報新聞 因為我很多年沒看過電視 但偶爾在網上閉眼 有時候看到她的消息 都會覺得這個女孩子挺好的 還有她的聲音 那種感覺有些像 《多拉A夢》的正鄉 她也很襯穿了一件粉紅色裙 近來好像看到她是 扮正鄉的衣服 我想這些美女 一定是很受港女的妒忌 所以她現在被報紙雜誌狂做她 她也看到很多網民是踩的 但那些性別都是一面倒是女人 那我看過那篇報道了 我講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給LIKE和PAYME LONG LONG 這幾句話很久沒講過了 原來要講的 有些報紙拍了她一張工作的相片 用來做標題 說她翹上手 黑臉 其實如果剛才剛剛大家 CAP了五仔的圖 都是翹上手黑臉 有些人的樣子天生是nice 你看她好像笑 但我不知道這個陳小姐是什麼性格 但她漂亮不漂亮呢 我想大家第一眼都會覺得她漂亮 因為她的樣子是試正的 就是鼻又高 眼睛又大 聲音又甜 但感覺上她是 你會越看她 你會覺得她好像有些什麼 可能她有時候說話的表情 或者是某些反應 不是那麼令人討好 她是一個新聞主播 她是一個前新聞主播 她要發表自己的意見 或者是接受一些傳媒的訪問的時候 我相信她也會有很多顧忌 顧及自己的形象 或者傳媒的問題 究竟可不可以這樣回答 那藝人的東西就是玻璃面具 她當然是在那個面具後面 很多人會覺得她是有些假的感覺 但我自己覺得做藝人應該有這份虛偽的表面 只能夠說她還沒做得夠老練 很多都是的 不過有些習慣了笑面迎人 你會覺得她們很親切 很nice 只能夠說她是 未能夠將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融入這個藝人的工作 你看到她被人拍了一些照片 偷拍了一些照片 她的款式都是繞著手 好像生氣爆爆 但你說做事有沒有情緒呢 誰人都會有的 那是不是呢 她這件事 又數她五大罪狀 第一就是黑面 黑面嗎? 是觀點與角度而已 你對那件事認真 你繞著手 想事情都會覺得是黑面的 但是不是說你去問她 她是黑面 你是偷拍她說她是黑面 這個我覺得對她又不是很公平 真的不是說幫助什麼TVB主播 我看過維基百科就說她是前TVB主播而已 現在應該不是 現在是不是做明星了 老實說 如果你是因為政治的理念 是不做電視台的 那是值得尊重的 但如果不是呢 是走出來搏一搏做明星 我覺得 好像做主播會實際一點 可以試一下NOW 或者是ViuTV那些 不做TVB也好 我自己覺得這個黑面 我覺得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因為你是偷拍她說她是黑面 第二 你說她是黑心人 說了這三個字黑心人 其實這篇報導 所有的謎團已經解開了 作為一個資深的幕前藝人 資深的演藝圈從業員 你說這些娛樂新聞是記者到場拍攝嗎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娛樂版的運作嗎 其實娛樂版的運作是 比如我去做一堂事情 是我自己丟一些照片給記者 寫完文 再丟給記者 這些叫做線稿 其實香港娛樂圈一直都是這樣玩的 但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以為有記者在拍照 然後就會有這些新聞出現 其實就不是 通常都是線稿過去的 除非是有些大型event 尤其是這些廣告拍攝 肯定是有人線稿過去的 你說黑心人 我看到一篇報導裡面 都寫了兩個新人的名字 其中一個 有些行家告訴我 他也是一個 是的 一來又不想幫他宣傳 二來我覺得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說黑心人 既然有這樣的觀點 又提到有幾個 新進藍藝人的名字 我看了那條片 其實我看到蘋果那條片 我看到他的態度 有黑嗎 有黑嗎 你最多不是說零交流 是的 他教那條子唱自己歌 那條子好像很尷尬 你說那條女子在旁邊看 你給了我覺得當時的反應 我如果在現場 我會覺得那條子很尷尬 導演叫他做了一件事 那條子覺得很尷尬 就是好像做還是不做 不敢放 看得出那條子是新人 但是他沒有受過一個專業的訓練去做這個崗位 應該之前都不是演藝 或者什麼紅褲子出身 就是從Claire Fair那裡做起不是 就是看得出真是新人 你怎麼在做什麼 知不知道自己 那可能別人現場 看到這樣的情況 翹上對手 可能覺得那些時間 浪費時間 各樣 那就有一點點情緒 就是說這個陳嘉倩應該都沒有什麼經驗 所以不能夠做到面面俱原 坐在一邊微笑搖手機 那你說他什麼 接著又說他工作時候不專業 不聽導演講話 不理現場的情況 然後坐在一邊搖手機 你總有話說 你欺負新人 什麼為是欺負新人 你說新人做得不好 你說那個陳嘉倩 只拿著他來欺負新人 就是出到聲說 你怎麼阻擋著他 不可怕 這樣就欺負新人 他現在不是 他站在一邊看 可能你拍到他的樣子 不是那麼nice 但有些人的樣子 是黑面的 他本身的樣子是囂張的 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 你說欺負新人 我自己就覺得 不是真的那麼欺負 至於你說 他是否因為這件事 我當他沒有先 但以我的角度 欺負你便欺負你了 有時候新人做得不好 就欺負他了 很奇怪 你去到TVB 你試試 有些人導演叫你做 然後尷尬一尷尬 或者是 擔心了一些進度 或是怎樣 罵到仆街 這些根本上 是演藝界的嘗試 不是什麼大新聞 你說 這樣欺負新人 我記得我當時做TVB 蛇絲曼每天都是這樣的 他說蛇絲曼那些 那樣子還囂張 但是 沒有的 為什麼我當時沒有這些新聞 蛇絲曼應該都 騙到阿收士 那些發片新聞 就是說 誰做這宗新聞 為什麼標題會寫著欺負新人 對不對 其實這些 踢爆了就不好玩了 基本上 你見那女兒有些人氣 你不做她的新聞 難道做你兩個人的新聞嗎 你兩個說出來 沒有人登 沒有人認識 所以這件事我就用了一個圈內人去看 我就覺得 一條女兒 剛巧跟你做事 可能她心目中的形象 和你心目中有些出入 然後你就做狗她 如果你說是欺負新人 她先丟過你什麼東西 她有沒有罵過你 她沒有 零交流 只不過是 別人在前面練 她站著 繞對手 不是怎樣 在那裡練 那女兒在旁邊打氣 你真是吃糧 你傻 所以就說 我覺得是做新聞 做夠 程嘉倩的新聞 然後就說她拍 趕下班 這些就是兩體 這些事是經常發生的 譬如你說那件事 她預了這麼多時間給你 如果你是 過了 行內術語 過了時間 那是你拍慢了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趕下班 可能她差一兩個鏡頭 所以還沒搞定 但是你有預約她這樣的時間 老實說 這些有兩體而已 你有沒有水補給別人 拍慢了是誰的責任 我告訴你 拍慢了 除了是NG的演員責任之外 永遠都是導演的責任 一定是導演的責任 以前那些人跟我開工 最開心 我說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搞定 我一定是最快下班 所以你以前見過拍的東西 都挺隨便的 不要緊 因為我見過很多導演 在電影圈 有些就快靚正 有些就晚工出細貨 有些甚至過分到幾年都拍不到一部 技術家 什麼都有 我自己覺得 來賺錢 當然要快靚正 不要說人趕下班 我覺得公平一點 幕前有這樣的要求 幕後 譬如導演這些 握裝位 永遠都是 你要確保一些演員準時下班 我說九點鐘收就九點鐘收 你不是九點鐘收 你之前的run down 你就不要設定九點鐘 你就設定十點鐘 你就設定十一點鐘 這是你的預計問題 我作為一個製片人 我就覺得 這些是沒得說的 是他們的溝通問題 他說他拍 看時間 如果你說是因為劇本問題 如果之前沒有溝通好的 他拍也不出奇 但是聽說 經理人說 他說這個廣告原本是說 陳嘉倩深受避寒困擾 但經理人為了補女神形象而他拍 就要臨時改劇本 拍攝到最後的求婚戲 爆料者稱經理人 再次以覺得這場戲沒有需要 加上要求準時三點下班 就離場為有 準時是應該的 但是你說 如果臨時改劇本 是補女神形象 我覺得又多不對 你接的時候 你什麼都說可以 就收別人的錢 是不是 當然是告訴你 這是一個預防避寒的產品 你接的時候 當然沒問題 來到之後又說 這個不行 這個經理人不對 不過其實你說什麼女不女神 當年周慧敏都好像拍過一套什麼 紅燈區 還是什麼呢 總之說他媽媽是做雞 黎智也是女神 黎智之前的一套港產片都被人強姦 是不是 還有林家欣 林家欣之前扮到自己好死丑 之後他出來用回自己形象 他也是女神 有些人的女神就是素造出來的 他一定是那個樣子 你要他改變 戴褲眼鏡也不行 但有些人的女神就是 他本身的氣場很強大 內心很強大 你做什麼都影響不到他的 他弄醜他自己 他出來他更漂亮 那兩種呢 那在這方面 我只能夠覺得 陳嘉倩就不是那種 是要堆砌出來 他做一點點事情 他經理人就會覺得影響到他的形象 臨時說不拍 臨時說改劇本 當然不對 絕對不對 搞到原本的廣告脫皮脫骨 那我真的 這個位置我覺得他不對 然後說他當眾扯brow 這個也是老屈的 扯都說得出 喂 我看過那場戲是他剛剛快到了 可能他看自己動了一點點 他拔一拔而已 喂 會sir的 會有地心吸力的 我不知道他戴有沒有戴沒有戴 有戴沒有戴 不知道 只是憂憂的衣服而已 很大件事嗎 喂 現在我這樣了 這樣了 再做一次給你看 那又怎樣 幹什麼呢 他現在憂憂的衣服而已 他不是當眾腿張開 做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對一個女生 人家有些封他做女神 是不是對女神會有些苛刻呢 那我呢 見到這篇文 要講那些葡萄網友的留言之前 就講一下一個人的分享 他講了這篇文章 也挺有道理的 他說 他本人有幸跟家善合作過 他說 覺得最近指他不專業的新聞 我認為可信性是不高的 說他路霸保裝 對了 還有一個說他霸霸保裝 塞著這條路 他說他不該借借 我不信他不會走開給你這條路 等位置不是保裝 難道他打火鍋嗎 這樣就說得對 那篇文章真的 他站在那裡 都會冤枉他 喂 站在那補裝 又說他霸霸 那個area 他是可以在那裡做事的 他走到廁所 就說他還沒上位的時候 不見人 不知道去了哪裡 其實你要進去一個人 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進去 這個跟陳嘉倩合作過的人 就說 他經理人對劇本有意見 他說經理人的工作就是做這些事情 不是要經理人做什麼 怎麼保護旗下藝人 再者我們跟他拍封面的時候 叫他指著山竹說是颱風那麼暗糕 他也沒出聲 他還要等我們搞粒山竹 搞了很久都沒炸營 這個就是TVB員工 曾經跟陳嘉倩合作過 這個我覺得兩看 如果答應了本身知道劇本是這樣拍的話 去到臨場才改就不行 但是如果沒有溝通清楚 這個導演去到他說的產品 但是去到臨時嘉就說 弄點腳腳聲 說他是蜜蜜蜜蜜蜜 那當然不行了 這個真的要看他們自己才知道 但是這些是還是不是呢 都不關我們事 這些是他們當事人工作的矛盾 我們局外人 我們會比較去關注這個女生 究竟是不是太倒極呢 以我的感覺就覺得 是被人冤架他多 這裡就說最離譜的是 他大眾移動了 他說大哥你是不是有病 別人懶惊貴什麼 就再入更衣室搞 你又說扮大牌浪費時間 別人沒有架子沒有避忌 信任現場人員 你又說人家不得體 我都覺得是的 就像我剛才說 要入一個人 任何角度都能入到他 所以我覺得這篇都是做新聞 我告訴那些小朋友 你這樣做 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壞他呢 是不是真的做得壞他呢 有些人就有路想的 但是有些人就沒有路想的 就想著打落水稿 很過癮的 走去那個 有好新聞下面的留言區看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他什麼屋村妹 又說他壞得壞 有些說跟他做過事情 有些說他不知道哪塊漂亮 我看到 說他不知道哪塊漂亮 我卡進去 其實很多張照片都是 女孩子上來的 我卡進去 我夠膽死說 說他哪塊漂亮的那些女兒 沒有分夠他漂亮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說真的 那條女兒如果不夠你漂亮 你是不會說他的 他也不夠你漂亮 你說他把鬼嗎 是不是 可能不是說 每個人都做過美女 所以他們不明白 美女是不會批評一些不漂亮的女兒 但是一些不漂亮的女兒 就會批評一些比她漂亮的女兒 就說那些哪塊漂亮 之後有一句是很好用的 如果別人要搏她 就說 你說別人之前你先照鏡 那我就看完 有些女兒說他的樣子 什麼什麼 但是我看他們那張狐狸 我就覺得 嘩 可以了 明白了 我覺得他是漂亮的 事實上真的是漂亮的 不過是閃眼嬌那種 不是越看越耐看那種 你是會看到他一會兒 你會覺得他的樣子是有點瑕疵 尤其是表情和下面這一塊 其實這些是上由心生的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些 很忌諱的 你說他那個人是不是不真誠 什麼什麼 不能真誠 你做工作人物 待會真誠就說你這樣那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些指控是不大的 那我再看 有些人就說他什麼收兵不收兵那些 那他就說沒有的 那之前有些新聞 那這些 已經看到他的表情是很避忌 那說真的 這些收不收兵那些 你看看那麼多IG女 最慘他們收又沒有人問 就是他們收 都沒有記者都可以這樣問他 這個世界的美女是怎樣運作的 如果美女和世界是多接觸是怎樣運作的 我想是 你們要入過那個世界才明白 那這些我就 就不會覺得收兵是什麼 就算收兵那些女 我都不會覺得他特別是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是給他收的兒子有問題而已 但是那些問題是他自己拿來的 他自願的 沒有人監控他 他真的說他是女神 這個就 遲些玩一集再說 也有人在談論他的歌藝 之前看到他跟Sea Hawk Star的主音 就唱了一首 是不是主音呢 也不算主音 因為很多人唱 因為Sea Hawk Star幾個一起唱歌 我跟Sea Hawk Star一個成員 就唱過一首Sherry Talk 那首歌 下面看到了留言就說 有沒有人是陳嘉倩的粉絲 才會覺得他唱得好聽 很多人就罵兒子唱得不好 那這裡先幫兒子平反 那兒子封歌 他是就女孩子Key才唱這麼低沉 一輩子 高八道一定可以的 但是整件事就變成好像男人唱女聲 女孩子的聲音就不出 因為嘉倩的聲音其實都很雄雲有力 很響 你說他會不會唱歌呢 他會唱歌 好不好聽呢 OK的 OK的 其實這陣子五仔才學做一個播音員 之前五仔也是唱歌的人 這陣子就學做一個播音員 看他們的技巧 其實播音員要懂的東西 唱歌的人都懂的 都是要懂的 就是講共鳴和運氣 用聲音 很多做播音的唱歌都很好聽 就是心美 啤梨 啤梨 啤梨都唱得不錯 其實很多 陳嘉倩是懂得唱歌的 也是不差的 就是不差的 但是你說他唱歌有沒有容祖兒那麼厲害 真的沒有 那暫時沒有 他欠那些意境 因為他技術上就有了 你可以聽回陳嘉倩合唱那首Share we talk 我覺得他唱歌不是太差 我一隻挺好的 但是再聽其他那些 就一般 一般 不是普通港女唱K的level 可以出來參加歌唱比賽 但是 頭五都有機會 但是半季都蠻蠻蠻的 我覺得他唱歌好像差一點 異景 差一點異景 就是他有力 他是響 但是你說是不是 唱下去之後 進入了這個世界 不是 不是 這樣就好聽 但是不是那種行刺的好聽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女兒有什麼意見 那我就 總結 覺得這個女孩 看上去是漂亮的 是美女來的 但是 撒眼嬌 不耐看那種 我想他幾年前應該紅過現在吧 起碼幾年前多些人講 看到他現在也是很努力 在這個圈發展 這件事總結就是 所謂的五中聚 我覺得就是 有些人在做新聞 借這個女兒上位 對 你說他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是OK的 但是你提起新人的時候 提起那些名字 那些名字 有些名字我又好像聽過一下 那樣的動機實在太明顯了 沒什麼的 其實這種類型的女孩 在現在的娛樂圈都是少見的 但是始終 年紀都不小了 可能 想那個發展方向 就不可以只在肉女方面發展 除非他也有保持著運動 搞得像米雪姐一樣 63歲還是這麼fit 陳美玲那些65歲還是這麼美魔女 他要走就是要走這些路線